未来全新旗舰车型第二代ES8即将交付 很感兴趣它会有怎样的变化 今天我们抢先体验 走 每逢品牌旗舰车型的试驾其实都非常重要 而对于未来品牌而言尤其如此 我们首先对初代未来ES8有一个简短的回顾 那款车型首发于2017年末 到现在接近8年的时间一共卖了6.5万辆 正是它的诞生 让未来从那个时代背景下 人们所不敢相信的一张PPT 成长落地为中国头部的高端汽车品牌 未来的三电三智 可换可冲可升级的架构 Nomi这些种种开业界先河的内容 也都是始于初代未来ES8 而8年后第二代ES8的进化 就已经展现在面前了 第二代车型的外观 已经从第一代车型主打家用的气质 进化为一个轻商物的气质 那从车头正面来看 挺拔矫健的一个身姿 NT2.0家族化到前脸 大灯是100颗头的这种智能多光素的大灯 并且它与顶部的激光雷达 以及800万相似摄像头联动 能带来更科学更合理的一种照射 那车身侧面的亮点会更加的明显 没有任何冗余的繁复的细节 它的最大的亮点是整个从A柱到D柱 长度达到3.2米的一个纯平的侧窗 并且是一种黑色的设计 这个面其实在工程上 其实是非常费成本的 未来为此也是申请下了十余项的专利 那再往下看 第二代ES8的轮圈 有20 21和22英寸三种选择 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 它都会标配六核塞的Brambo的卡钱 从侧面到尾部 这个转角过度非常自然 非常像游艇尾部的那个感觉 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那十几万到一百万的车线 都在做贯穿式尾灯 而未来ES8它的豪华度 在于里面的灯组细节 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其实都是隐性的高成本 外观整体而言 给人的感觉就是车虽大 但是它高级优雅 有这种青山木的风格 能适配于车主更多的一个生活场景 而内饰是否同样如此 我们上车来看 是电动门 但是依然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质感 进入未来ES8的车内 有没有观察到它和其他那些主打很多屏幕的SUV 风格不同 其实在未来的设计理念里 有Full Me Full Family和Full Business 那是三个场景 那它们管ES8叫做全场景SUV 就是它既满足Full Me 一个相对专一 相对能够不打扰你太多注意力的这么一个驾驶氛围 Full Family能够让全车的家庭很好地使用 有这种第二起居式的观念 那第三个呢就是未来ES8所相对独有的这么一个非Business 就是它整个里边的配色不少 不像一些爱马仕城等等那些配色那么轻挑 你用于商务场景可能就不合适 但ES8现在这里边相对简约的设计 相对这种轻爽低调通透的这么一个氛围 用于商务场景我觉得是非常得体的 这就是满足了全场景 ES8这次试驾呢是媒体在去年牛队以来 第一次可以上车拍摄那重要原因就在于 这次试驾之前呢这一套重大的亮点 就是它自研座椅平台诞生的这套座椅 在之前还没有定版 那这次定版了 所以我上来之后 第一个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座椅 它整体座椅的这个座感非常好 舒适 这个舒适呢是它表皮层以下呢 它有那种超纤维层 就是很细的纤维 就是它的工程师会把它比喻为 做上了一百万个那种小残簧一样 很细的纤维 那这个座椅呢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在满足一个极大的功能性 八点热时加热 然后座椅按摩等等这些功能基础上呢 能够把美观度做得很好 并且自研平台诞生座椅 每一款的设计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像ES8这款座椅 它突出的是一个大气高端 兼顾商务形象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坐上以后我有发现嘛 其实我左右其实非常宽大的 它呢其实具备一个很强大的调节功能 像前排主架这个就是20项调节 它可以把肩部给你包紧啊 你看现在我这个调节呢 就是座椅轻角是没有动的 但是肩部这块你们看到动了吗 从肩部到头枕 头枕向前伸 然后肩部从往两侧往中间包裹 那到位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现在肩部包裹的就更好 那主架是20项调节 那副架呢 女王座椅22项调节 那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最强的一个座椅的所在 它是女王座架的研发者 所以它不仅仅是有座椅 包括前面一系列跟座椅做的一些调整 这个地方没有手套箱 然后整个前排这个腿部空间非常大 除了这个肩部包裹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嘿弄蜜 打开座椅通风 哇 这个太爽了 你知道吗 它不是把冷风给你吹出来 而是把这个汗把你吸走 它是往外吸的那个感觉 这非常奇妙 我给大家其实准备了一个小道具来演示一下 你看 你看它这是往外吸的 它不是吹出来的 这个太有趣了 这样的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在用通风的时候 你不至于受凉 尤其是腰这个位置 像我这种中年男人 腰不太好 非常容易受凉 就可以免得遭罪了 太爽了 前排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车机 车机这个是扮演荣的第二代的系统 之前讲全新一代 在未来ES6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它两个亮点 一个是高速导航的时候支持把那个换电的点 直接打到那个路径里面去 很智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未来的这种服务体系 直接坐进了这个系统 而不像以前需要用手机去沟通那些服务 售后服务等等 这样呢 就是车的事情 在车上就把它处理掉 还有一个是HUD 它的尺寸呢 10.2英寸 要比ES6这一级别的车型 这个尺寸要更大 显示的内容呢 可以把地图 导航的地图显示上去 包括这个方向等等 显示的更加的清晰 分辨率会更高 平呢 尽管只有HUD液晶仪表 NOMI和车机这四块 然后没有那些太过于夸张的 但是它的音响系统 做得非常到位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播放一下蔡老师的渡口 哇 耳朵要跳动 它是一个球形的音场 然后它咚一下那种 哇 直震撼 而且它咚一下的时候 就整个门板这些 没有任何的这种 NVH的扎音 太强了 这个确实 这套音响ES8 比之前 未来很多车型的音响 都要更往上走了一步 它是用了劳斯莱斯的御用 我还没有任何车型的音响 就没有任何车型的音响 是 我还没有任何车型的音响 都要更往上走 那终于是 我们在这种音响 都要更往上走 不算完 就是它软件适配做得很好 现在未来做音响 已经智能化到什么程度 在声音设置里面 它有一个音场模式 音场模式相对大家 其实在很多程度都看到 就是说你是偏向于前排 还是偏向于全车 两种选择对不对 但是它这个不只是这样 它既有手动选择任意一个位置 比如说主驾 前排以及全车 那它还有一个叫智能适配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的摄像头监测到你 全车有四个人 或者六个人听你讲的时候 它是一种全车的音效 而如果你只有前排做人的时候 它自动给你选择前排的音场最佳 而如果它识别到像我现在这种 只有我一个驾驶者在里面 音场的设定是笼罩在你驾驶者的上方 它是一个球形的音场 那这个声音感觉就非常好 然后我再讲前排设计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你看它这个杯座做得多好 慢回弹升上来的感觉 这样在你不用杯子的时候 手机就可以枕上去 它不像有一些要做一个复杂的盖子 这个设计是又巧妙又贴心 好 那现在我们再去看第二排的表现 上车以后很高兴 我选到的这台试驾车 是没有行政中导的这个版本 那未来ES8第二代车型 它三个版本 一个是就是正常叫ES8 还有一个叫行政版 还有一个叫创始版 另外两款 就行政版和创始版 都是中间有中导的 如果你想没有中导的 那就是买这个标准版的ES8 然后把75度电池选配上去 就可以了 那大部分当然选75度电池 就直接就选这一款就可以了 它没有行政中导的意义 就在于小朋友可以从中间过 是吧 那这个数据是170毫米 其实过人还是挺方便的 那第二代的自然座椅平台 诞生的这个座椅 在第二排的竞争力 就表现的比第一排 其实完全没有差距 那首先呢 如果是不带行政中导这个版本 这个座椅是14项调节 那它既支持这个座椅卷曲器 它这个座垫呢会延长 那这个是比行政版 座椅多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像通风 热湿按摩 这个都是一样 包括四项的腰拖 这都是一样的 那比行政版少的是腿拖 这个版本它是没有腿拖的 行政版那个腿拖 就有点类似于女王座椅的那个腿拖 但是前面这个地方呢 它就没有那个脚踏了 然后它和行政版座椅还有不一样的是呢 就是这个的扶手和整个那边的结构会有一点变化 它依然是一个固定的扶手 然后依然会有非常精细的细节 哇 这个手感好丝滑呀 这个弹出 这个弹出我觉得小朋友会一直玩玩来玩去 手感确实很好 这个就是高成本带来的一种细节上的好话享受 这个屏呢 点亮以后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它既可以控制娱乐系统 然后也可以控制副驾座椅的这个收起 包括它的这个恢复 它是很方便的 那通风加热 也可以在这上面控制 对我来讲很关心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吹风 调节的也有点意思 你看它的出风口 在中央这个岛的后半部分位置 这有两个口 分左右单独控制 然后左边呢 它侧面其实也有出风口 是在逼住这个位置 它这个也可以单独在上面去关闭 双击就把它关闭掉了 这样呢 它一个好处就是你不同的人群 对这些风的吹风敏感度不同 可能老年人呢 怕这个位置吹膝盖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的风给关闭掉 用上面这个就好了 年轻人呢 快一点 让自己身体凉下来 就把风都打开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 这是一个五区空调 五区的意义就是说 一个区两个区 三个区四个区 这都是独立控制的 后面第三排还可以单独控制温度 确实是很强大 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侧面打开 既有放手机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也有一个USB Type-C的充电口 基本上每个乘客都有一个独立的USB Type-C 而且它的功率也很高 60瓦 那这个去淘宝去买60瓦的充电头 价格其实都已经挺贵了 我给大家现在展示一下空间 第二排的滑轨 调至最后 一拳 两拳 三拳 三拳零 四指的腿部空间 非常够用 而且翘二郎腿这些可以 它的地板到座椅底部的这个距离其实也挺高的 这样你去伸腿也很自由 它没有有很多电车这个位置狭窄腿不能伸的那种毛病 它非常自由 那我现在把座椅往前调至大概是一半的位置 去第三排看一下它的空间 两圈 第三排有点热 给主人打开第三排空调 这五区空调这就来了 而且呢 它识别非常清晰 离它那么远 因为这个是全车采用了六个音区的这种设计 然后第三排的座椅呢 通常在ES8正使用场景 就是家里面的宝宝会特别喜欢坐到第三排 因为它这个座椅的坐垫呢 比第二排会矮一些 所以宝宝坐的话 在腿可以着地 他们非常喜欢往后跑 然后整体的这个坐感呢 我觉得它的宽度 然后这个座椅的软硬度 还是比较舒适的 然后SUV呢 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轮包 这个是结构上没办法改变的 未来的处理方式呢 是把这个轮包给豪华化化 包括对皮革的包裹 独立的背座 独立的60瓦的Type-C充电口 以及呢 它看这个是新增的 工程师说 往后挖了八个尺度的这么一个调节 调到最靠后的这个尺度呢 相对来讲就是最舒适的 那这个也是相对于一代车型的一个优化 我觉得成年人在这第三排 偶尔坐个一个多小时 问题不大的 然后我最后呢 我在第三排找到了这个车里边 唯一一个可能觉得有一点 没有对的点 就是第三排这个音响啊 它上面有一个掉顶的高音单元 然后后面其实也不是有低音单元 所以第三排的音乐的听感呢 Hey Nomi 播放甜心教主的歌 所以呢 它的听感呢 高音和低音的部分比较多 中音的这种甜润感少一些 它和第一排第二排那种至尊的听感相比呢 就弱了一些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它可能无解 因为这个就是 它不止在这里 就是为了保证第一排 第二排有极致享受的 所以第三排的听感要弱一点点 好了 以上呢 那就是驾驶派对全新ES8的静态分享 那我的感觉呢 未来在一些流行化的浪潮里面 它保持了一种独立的思想 它想清楚了 它的车主所需要的场景化应用以后 在输出性和功能性上 卷到极致 给你一个SUV 但是呢 是一个RMPV强大的舒适度 而又有 Full Business Full Family Full Me的一个场景化应用 这款车的静态确实是非常吸引人 那因为保密时间不同的关系呢 静态的解密时间会更早 动态呢 晚四天 所以还请关注我们 四天之后 我们还有对全新ES8的动态分享 好了 我是张沃 我们下期再见